十二年国教希望给学生跨领域的学习课程 桃园市大中国小推动表演艺术课 将国文课的圆曲《沉醉东风》加入了扇子的表演声段 并且透过了APP的科技运用 简洁成了个人的学习档案 也展现出每位学生独一无二的魅力 学生轮流在台前展现扇子的身段 一边哼唱圆曲《沉醉东风》 训练小学生的稳健台风 大中国小表演艺术课将国文课结合扇子表演 再配合平板上的APP剪接软体 让学生制作出有个人特色的学习档案 我们在练习扇子的时候知道扇子有很多种不同功能 然后可以弄很漂亮的舞蹈 我们老师有教我们如何转扇 跟一些诗的跳舞舞蹈之类的 还有些动作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动作就是转扇 我觉得这个动作真的很漂亮 可惜我练习起来有点卡卡的 我希望我以后可以更加顺畅把这个动作给练好 同时也带领学生走访龙坛大池认识龙坛的历史 因此能将扇子的表演内容剪接在龙坛大池上 让人耳目一新 我们有去龙坛池参加户外教学 然后老师有帮我们拍照 然后影片 然后老师后来有帮我们做一些后制的影像 然后呈现给大家看 大中国小推动书艺山水美感教育 给学生跨领域的学习课程 这一堂表演艺术课属于水的创意课程 他们这堂课其实结合了艺术科 然后国语文科 然后科技领域 还有呢在地的就是社会领域跟那个相处教学 这几个方面他们都可以学到 12年国教高中生必备的学习历程档案 大中国小提早让学生练习 让学生对于未来更有准备